哈嘞,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在家过早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,我在网上其实看到了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武汉热干面 那我就在想说那其实我也可以自己在家做 而且也可以让Patrick去感受体验一下 我们就是我从小到大,我们早上都会吃一些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会做热干面加淡酒 很classic的搭配 其实我看,就是之前我有搜一下那个配方就是recipe 然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有用到花生酱 还有蚝油 还有就是他们在调那个酱汁的时候已经把那个辣椒放在那个酱里面 这些都是跟我小时候,就是我吃过的热干面是不一样的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会用到哪些材料 这个是我会用到的面 因为我买不到碱面,所以买的这个特别像碱面的面 这个新加坡面 然后酱汁我会用到生抽 醋 然后芝麻油 还有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芝麻酱啦 然后这个芝麻酱是 就是纯天然 零添加的 就是它是纯芝麻酱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盐啊 糖啊之类的 然后还有我会用到这个蒜 把它做做做做做做做一碗那个蒜水 把它切成末 然后加水做成蒜水 然后白胡椒 白胡椒粉 然后有一些葱 放在上面 还有这个啊 榨菜 因为我买不到酸豆角跟辣豆不滴 所以就拿榨菜来替换一下 当然一般我吃过的热干面其实是不放榨菜的 然后淡酒就很简单啦 淡酒就是鸡蛋加上这个米酒就可以啦 OK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吧 好吗 是吗 是的 就是这个 好的 就是这个 是 对 别人 就是这个 好 肉 但是它更可惜 Land 1-2小匙 鸡蛋 鸡蛋 切成鸡蛋 你会用一碗碗碗碗 你会用一碗碗碗?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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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